马来西亚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阻力了 高达11000多点的这个关卡 下一个阻力高不见顶 不晓得接下来马来西亚的股市 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好,我叫Tony Lim 在我还没有继续跟大家继续分享之前 谁还没有点赞关注我们的面子书的 我鼓励你现在就马上在我们的右小下方这边 有一个like的button 点击关注我们 我即将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来临的一个趋势的更新 虽然马来西亚的确诊人数已经破新高 但并不代表我们马来西亚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们现在的希望就是借种疫苗 直到7月中 马来西亚已经成功借种疫苗的已经差不多有350万人 那么其实是占了整马来西亚的人口数差不多是11%左右 其实这个数据可能来得慢 但是借种疫苗的速度不算慢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借种疫苗超过一剂一剂的万多次的 已经差不多有25%左右了 重点是马来西亚每天可以打40多万剂的疫苗 每天可以打超过人口的1% 相信只要维持这个速度 人民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们的经济有所好转 相信马股也会迎来反弹 那现在马股的情况又是怎样 短期都是炒炒一些小股票咯 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还是处决于一个观望的状态 导致时间久了炒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慢慢就没有热情了 没有了热情之后成交量就下跌了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股票涨了一两天之后就不涨了 那现在其实我们可以拿一部分的资金先去部署一些基本面好的股票 还有就是经济好转的时候有机会迎来声势的股票 记得现在短期炒作难 中长期部署才是我们要去做的 只要有耐心相信马股会突破新高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户口就有机会翻倍了 大家加油 这里是Tony Mim 记得关注我收看北周不定时的直播 希望通过我十多年在金融市场上的努力还有经验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到时见咯